我 江亦诚 你看到了吗 子彤求来成功了 我看到了 快来吃饭吧 老婆 点这么多蜡烛 是要停电啊 你能不能稍微浪漫一点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烛光晚餐 干嘛突然搞得这么正式 之前不是你说的吗 我们吃的第一餐 要好好纪念一下 坐吧 原来 你都记得呀 之前的方便面可不算啊 这可是我们新婚的第一餐 来 庆祝我 求婚成功 可是我们已经结婚好久了 之前的那些都不算了 除了领证不能重来以外 其他的我都想重新通关一遍 你还想做什么 按照这个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 求婚之后就应该是结婚 我们之前还没有办婚礼呢 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啊 你不想办啊 我觉得 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相比热闹的婚礼 我更喜欢这样 生活中的仪式感 不过这只是我的想法 如果你想办的话 那也 我是看其他女生 都想拥有一个浪漫的婚礼 我以为你也想要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那就不要有负担 我们就不办了 那爸妈那边会同意吗 我妈那边没事的 明年不是我爸我妈 三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吗 咱们给她们好好办一个就行 快吃吧 江先生 谢谢你 如果你不布置这些 我也能感受到你的用心 新婚快乐 江太太 吃吧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嗯 看看熟度怎么样 江一诚 你是不是用我面霜了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用我面霜了 我最近洗菜局的手干 我就用了点儿 你看 哎 那 这 这是擦脸的不是擦手的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是 这个很贵 还是紫童送我的呢 哦 我说呢 我怎么手最近都变戏了 你下次不许再动我东西了 你之前没有这么爱的人 你现在怎么回事 啊 也不是啊 我听别人说 孕妇四个月以后 我脸上会长斑 我不至于那么暧昧 但我也不想变丑 哎呀好了 不管它是擦手还是擦脸的 又没多少钱的东西 你喜欢的话 我再给你多买点就好了 嗯 而且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美的 有嘴滑舌 是不是有嘴滑舌 你试试才知道啊 我去接个电话 我去接个电话 谁啊 林曼 嗯 你想喝点什么 我给你点 水就行 我听说你怀孕了 恭喜 谢谢 你是不是 没想到我今天会约你 嗯 是有些意外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之间 有什么话好说 我是来专门给你道歉的 之前无论是我 还是我父亲 都对你做了些很不好的事 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 不是原谅 而是算了 我明白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放下自己心里的一些负担 确实挺自私的 你是没有义务 你是没有义务 来配合我的 所以 你是完全放下江玉成了 不是放下 是和你一样 只是算了 我 我因为之前 所有的人生方向 都是为了靠近他 所以突然之间 让我完全放下 确实有点难 是 其实有的时候 你一直回头看 会很容易迷失自己 是啊 我之前 就是因为老回头看 所以其实也忘了 在未来里 可能会有更好的风景呢 我爸出狱以后 我会直接带他出国治疗 这应该 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那我预祝你 能找到自己的风景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嗯 你怎么来了 谁叫你给我开请的 注重跟随机呢 我无法拒绝 只能绑定了 嗯 那我们晚上吃什么呀 你想吃什么 看你 好 那我们就去附近看看 要吃什么 嗯 前面有家商场 咱们可以去看看 他们好幸福 曼姐 你放心 有我呢 以后你走哪儿 我就去哪儿 干什么 干什么对我这么好 干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 你也是我的人生方向 帮忙